白红姐姐死了 对我是也很感 感觉到很 说不出这么 因为我86年去看 到上海去看 他不在上海 他在北京 然后李景光呢 已经跟他分开了 他们已经离婚好久的 然后李景光就是 你要看白酒 我说我一定要看 这机会 30多年了 他们离婚过程是怎么样 离婚 离婚了我不晓得 夫妻之间 我不能晓得明白 他们怎么离婚 就是离婚就离婚了 有三个孩子 听说你们以前 曾经欠过白红吗 你们是白红的朋友 曾经欠过他吗 没有 没有 我到北京 李景光说你要看白酒 我说我当然要看他 那么他就陪我一个弟子 他说你不要去找他 北京那么大 你住在哪个酒店 我叫他来看 然后他女儿大女儿 我是看他从小的 他的名字叫南洋 那个时候我也奇怪 我跟我刚刚哥哥讲 我为什么女儿叫南洋 原来白红是在这里生的 在南洋 不晓得还是新加坡什么 就是来表演什么 就是把孩子在这里生 所以他叫他名字叫南洋 那么那个南洋就来看 哇已经他也有女儿了 哇多厉害 那他说妈妈好高兴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来 我来接你 妈妈说在家吃一餐饭 我们不要到外边去吃 因为聊天 那我没有去过北京 我就去 哇两个人都呆了好久 讲不出话 白姐好像说发梦 哎呀 她说小妹妹 小丽子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我在你身边 她好胖 胖得不得了 整个行 好像不是在我以前 看见这个白姐那样 当然了那么三十几年 那她跟我讲 那坐在旁边 小丽子 你看我像什么 我说你啊 你是石座这里的 北方老奶奶这样子 祖母因为她已经做祖母 那我说我呢 你啊就是胖了一点了 长高长成了一点了 没有变吗 你还是这样远远的 OK那就跟她吃饭聊天 差不多了九点多 我要回九点 她送我出来 那那个大路那个灯光好黑的 就是街上也是灯黑黑的 那么没有河 就是一个一条街这么走 那么有月光 月光有 那我就想起了 我就问白姐 我说白姐 你还记得有一首歌 你唱的歌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首歌 它什么歌啊 和尚的月色 那么她想起了 哦对对对 好喜欢的这个 哎呀真的好喜欢 一刹眼中就有歌 已经这么细腻 那我说是啊 她说我真的 当时我她听到 在北京也听到 我哥哥过时的消息 她说好难过 姚明那么年轻 我说是啊 她问我几岁也是 我四十九岁 哎呀那么年轻 那我们就一直讲到宋多门 那我就手拉着手两个 我说和尚的意思 和没有就是街上意思 那她就哼了 她很自然的就哼这首歌 我两个一起哼 你们听过了 喜欢吗 李香兰的后香兰还有 在香港很多歌迷 都以为这个歌是李香兰的歌 然后我呢 也上过电台 我也表白过 我说这个歌原唱人 根本不是李香兰 是白红 因为歌太好了 歌开那么久 我哥哥想把这首歌 认为李香兰唱也是一样好的 因为这个音色差不多 白红也是高音 不过他的歌跟你相当高不同的 他是受过训练 那我哥哥觉得他是会唱着还好的感情 所以在香港录的这个和尚的意思 你比较喜欢谁唱 你比较喜欢谁唱 我还是喜欢白红 原来的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点饱舌 喜欢什么 白红 喜欢圆椎圆尾 海南鸡饭这样 这里的海南鸡饭 圆椎圆尾 那我们就两个很自然 他也哼我也哼 河上的月色 好苦 然后唱了三句 也不会唱 哭了 眼泪掉 就道别 那他说 你不要那么短 跟那个团体来 你一个人来下次 那在我家 大概多点 我们姊妹聊聊天 年纪大了 见一次就是一次 我说我会来的好 荣野飞机就到了